我在直播平台和照姿相知相识,彼时的她,青春动人,温婉贤惠,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,后来,她成为了我的妻子,所有人都羡慕我,能娶这样一个完美的老婆,我一开始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,但婚后才发现,我那美丽妻子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,所谓的婚姻。 也不过是一场肮脏的骗局,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,莫过于娶了赵姿,不对,不是娶,而是入赘,说难听点,就是到插门,当初老丈人说她就这么一个女儿,绝不能外嫁,她想要传宗接代。 非让我入赘不可,那时候,我算是小有资产,爱照姿爱得死去活来,照姿不停地吹枕边风,又是装可怜又是讲道理,我就想着岳父岳母,都像是比较和善的人。 入赘这事,除了不好听一点,我也不吃亏,一来免了彩礼,二来能和心上人结婚,属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 我哥陈家梁一直劝我,别答应这事,我不仅没听进去,还和我哥大吵了一架,你老婆孩子都有了,当然不急。 我都二十八了,你还让我等等?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饱汉子不知恶汉记。 一想到我曾经这样吼过自己的亲哥,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,不得不说,他看人很准,赵姿一家子人,都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岳父赵五言和岳母姚芬芳一个烂条,一个烂赌,从一开始让我入赘,就是看准了我的家产。 房子车子全都软磨硬泡,转到了他们名下,没过几年,就连我的公司都被他们搞垮了,要不是为了女儿晶晶,我早就和赵姿离婚了。 吸干了我身上的钱后,赵姿立马就和我分居,把晶晶交给我一个人带,她每天直播几万几万地赚打赏钱,却连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愿意给。 这几年越过越苦,我只能早出晚归送外卖,担惊节律地操持这个脆弱的家,努力让晶晶有个快乐且完整的童年。 原以为这种折磨人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晶晶成年,持续到我和赵姿离婚为止,但麻绳专挑戏处断,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,让我的生活变得痛苦百倍。 当天我正送着外卖,忽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,说是晶晶查出了心衰。 这消息如同惊天霹雳,让我呆愣半晌,之后我匆匆赶到医院,医生说,晶晶属于突发性心衰。 发病时,还好旁边有人把他送到医院急救,否则他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,还好发现得早,尽早动手术的话,一般都会痊愈,不用太担心。 但是拖到十岁之后,再动手术就迟了,医生一边看着检查报告,一边说道,躺在病床上的晶晶,脸色苍白,嘴唇泛紫,见我来了。 他强笑着说,爸,我没事。 放心吧,我不难受的。 我心痛得几乎难以呼吸,医生把我叫到病房外,开始谈另一件十分现实的问题,手术费要二十万,这已经是医生尽力争取的结果了。 若是放在以前,二十万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,但是现在,我银行卡存款只有一万多,这段时间可以吃药维持病情,但是拖久了就不好说了。 医生叹了口气,拍了拍我的肩膀,今年京京八岁,要在两年之内筹计二十万,期间还要不停地花钱买药, 我心里顿时量了半截,靠我自己肯定攒不到这笔钱,只能去借,在医院门口,我点了根烟,拨打了赵姿的电话,他肯定出得起这二十万,毕竟房子车子都在他名下,这些年他直播也挣了很多钱,刚开始不是被挂断,就是无人接听,我一遍又一遍地打过去,最后他终于接了,电话里传出喘息声, 还夹杂着富有节奏的撞肉声,半晌后,赵姿的声音传来,喂,干嘛,你别闹,打电话呢?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他出轨了,而且他一次,彼此肆无忌惮,如果放在以前,我一定用最尖酸的语言怒骂一通,然后挂断电话,但现在,为了晶晶,我只能咬碎牙槽,往肚子里咽,尽量放平语气说道,晶晶查出了新衰,手术费要二十万, 电话那边像是没听到,只能听到喘息更激烈了,赵姿发出欢愉的尖叫声,用婉转的声音,喊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轻贱话, 我颤抖着声线,怒吼道,贱人,你女儿要死了,你知道吗?啊,我也要爽死了,他如是喊道,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,用罪恶毒的话诅咒他,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,但赵姿毫不在意,我甚至听到了他和晴夫调笑的声音,赵姿还问晴夫听我老公骂我,感觉刺不刺激, 没救了,这个人,我挂断了电话,去找赵武言和姚芬芳,当初这两个老部死从我公司挪走了巨额公款,现在吃香喝辣的,日子过得十分滋润,今天就算是抢,我也要从他们嘴里撬出二十万。 孙女得了心脏病,你这个爹怎么当的?好好的乖孙女交给你,怎么让你养出心脏病来了?姚芬芳瞪大了眼睛。 仿佛我说了一件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,你现在还好意思找我们要钱,你自己闯出来的祸,呃,你自己没养好。 现在还怪到我们头上,我们一没给她做过饭,二没插手过她的起居,她心脏病关我们什么事,赵武言一边看狗血电视剧,一边点头附和道, 对啊,小陈,你都当爸爸了,要有责任感啊。依我看,这时就该由你负主要责任。我强压着怒气,不斥道,你们还好意思说,自己亲孙女,你们管过吗?你女儿管过吗?我今天来,不是听你们推卸责任的。 当初你们拿的钱,没有五百,也有四百万吧?说什么棺材本,赡养费,治病钱,什么鬼借口都要。我也不多要,这二十万手术费你们去付了,以前欠的债就一笔勾销。 我呸,谁欠过你钱?我们一把年纪的人,你还想讹我们钱?哪凉快,哪呆着去? 姚芬芳翻了个大白眼,竟直出门打牌去了,赵武言吃笑一声,把我当透明人,继续看电视剧了。 这时候,顾客给我打来电话,外卖超时了两个多小时,顾客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,我低声下气地恳求对方不要给差评。 旁边的赵武言终于把注意力从电视剧挪到了我身上,他脸上表情似笑非笑,让我感到格外屈辱,继续待下去只会让他看笑话,我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 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我红着眼睛,泪水不争气地夺矿而出,不论我怎么擦,它都流不干净。 当晚晶晶又发病了一次,医生说是正常现象,他还说症状刚显现时会很剧烈,吃一段时间药能稳定下来,但想要根治就得动手术。 我看着女儿苍白的小脸,心仿佛被撕成一片一片的,不得已。 我又打给了赵姿,这次他没接,我直接去他家门口堵他,一直等到半夜两点钟,他才从一辆保时节上醉熏熏地下来。 一个穿西装,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男人扶着他。 把我当作空气,从旁边经过,我一把抓住了赵姿的胳膊,正准备说什么,却被西装男粗暴地推开,干什么? 我们没叫外卖,别他妈动手动脚。 我额头青筋暴跳,尽管万般不愿,还是照实说道,老子是他老公。 西装男精益地上下打量我,然后露出耐人寻味的笑,他说道,原来就是你呀,哈哈,抱歉抱歉。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,你看你是改天再来,还是在旁边旁观? 我不介意你玩他,我才是他的法定配偶,你再多说一句,我撕烂你的嘴。 我强忍着怒意说道。 西装男相是很惊讶地说道,啊,你不知道吗? 我以为他都告诉你了,他是圈内的,和你结婚只是我随口说的任务而已, 没想到他真的做了,不然这种贱货凭什么上我的车? 他还花了我不少钱呢。 我愣住了,这些年来,我一直以为,即便没有了感情,但至少当初他是爱过我的,只是变心了而已。 当残忍的真相摆在面前时,我才惊觉这场婚姻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, 西装男还在笑着,劝我进去旁观,说是给我一千块,让我配合一下。 他想体验这种玩法,我已经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 于是干脆利落地放开了手,转身离开。 当晚,我抽完了三包烟,第二天,我请了律师准备离婚。 对于离婚这件事,刚开始赵兹一家人都挺高兴的。 赵兹容颜不减当年,还能再找几个冤大头结婚,我若是主动离婚带走京京,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。 但是双方律师大致清算财产之后,赵兹的脸色就变了,姚芬芳更是气得跳脚,只见他指着我的律师,扯起嗓子大叫道。 你个丧良心的黑心律师,收了钱就敢弯曲法律,无中生有,凭什么他们离婚,要收走我的财产? 他是坠绪,倒插门的,就该净身出户。 律师显然是见惯了这种人,他淡定地往后挪了挪椅子,说道,姚女士,我们现在是在全程录音的,你刚刚说的话,足以让我告您诽谤。 请您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。 他顿了顿,见姚芬芳总算铁青着脸不说话了,才悠悠继续说道,是这样的,法律并不承认坠续这种说法。 姚女士和赵先生所居住的住宅属于婚前财产,并且在婚内期间,二位以多达三十余项不施开支为由, 在我的委托人公司,共挪走了五百一十四点七万人民币,那些钱同样属于委托人婚前的固定资产。 这里有聊天记录,转账记录,以及你们写下的一些借据,大多借据都于七位还。 你们可以问问身边的律师,婚前财产是不是需要在离婚后各自归还? 姚芬芳听完,立即和赵五颜拉着他们的委托律师追问起来,甚至当着我们的面询问对面的律师, 怎样才能赖掉不还,赵姿还不死心? 说道,这些房子、车子都是在我名下的,凭什么算他个人财产? 还有那些钱都是他自愿给我的,凭什么还能要回去? 因为房子、车子都是婚前购买的,婚后在您的名下,也算作陈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。 律师毫不犹豫地反驳道,鉴于赵女士既没有承担抚育子女,照料老人的义务。 而且,属于出轨的过错方,有隐藏、转移、变卖、回损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, 再加上你自身灰色收入很高,每天过着灰烬如土的日子, 所以极大可能会被法院判定你一分钱都拿不到。 甚至要赔偿陈先生一大笔钱,通俗点说,就是净身出户,话音落下, 他们露出慌乱愤怒的神色,在和另一位律师确认属实之后, 他们看我的眼神终于变了,从轻蔑变得充满敌视, 我从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意。 他们越难受,我越是开心,还没等我笑出声来。 赵姿就露出了陌生又熟悉的狠毒神色,只听他问道,那孩子该判给谁? 这,律师犹豫了一下,说道,原则上是照顾无过错方, 但八周岁的孩子也要尊重他个人意愿, 有时候也要考量抚养能力和照顾女方。 前台词的意思就是,这是说不准。 我开始心慌起来,赵姿像是发现了我的软肋, 他死死地盯着我,宁笑着说道, 让我拿不到钱,那你就别想抢走陈晶晶。 你什么意思? 意思就是,我要跟你争抚养权。 赵姿一拍桌子,眉飞色舞蹈,让我净身出户。 可以啊,女儿跟我一起走,我看你舍不舍得,你他妈疯了。 我瞪大了眼,难以想象,罹患心衰的晶晶, 若是被判给了赵姿,会是怎样的下场, 我敢肯定赵姿连药都不会给她买, 甚至会让她在医院等死。 这么多年以来,赵姿一直对晶晶不闻不问, 就连晶晶查出心衰,也没有去看望她一眼, 现在仅仅是为了和我争家产, 竟然毫不犹豫地用晶晶的生命做筹码, 反过来威胁我。 是你先不仁不义的。 我不好过,你也别想好过。 赵姿指着我鼻子大叫道, 眼看事态要升级成口角, 甚至是肢体冲突, 两位律师纷纷各自劝架, 拉着委托人离开, 离婚申请书, 在请律师之前, 我们就已经填了, 还要等三十天的离婚冷静期, 最后才会在法庭上见真章。 律师让我不用太过担忧, 正常情况下, 抚养权大概率还是会判给我的, 我只能默默祈祷, 希望事情真如他所说的那般顺利, 和律师道别后, 我继续跑了一天外卖, 到了晚上, 我去医院看望晶晶, 却被院方告知他已经出院, 医生说他的母亲已经把他带回家了, 我顿时手脚冰凉, 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, 顾不上和医生解释, 我一路飞驰赶到了赵兹家, 砰砰地用力敲门, 开门的是那晚上的西装男, 他裹着浴巾, 看样子是刚洗完澡, 我一把推开他, 冲进房内, 四处寻找晶晶的下落。 赵兹从卧室里冲出来, 对我吼道, 干什么? 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道吗? 这他妈是我买的房, 我忍无可忍, 一把抓住他的头发, 强迫他仰头和我对视, 逼问道, 晶晶呢? 你把他藏哪了? 赵兹发出尖叫声, 高喊着李嘉伦救我, 李嘉伦估计是那个西装男的名字, 他听到赵兹的喊声并没有什么反应, 而是双手抱胸, 做出一副看好戏的样子, 说不说, 晶晶到底在哪? 我拉扯着他的头发, 看着他仇恨的目光, 忍不住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, 说啊, 你把他藏哪了? 那是我女儿, 我想让他住哪就住哪, 关你什么事? 赵兹大叫道, 他就是乐意和我住在一起, 你要是想让他判给你, 那你就签写一书, 自己净身出户, 那二十万手术费呢?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 试图和他谈判, 赵兹一口唾沫涂我脸上, 说道, 关我屁事, 你自己窝浪费, 女儿的手术费都拿不出来, 那就该他死, 反正这笔钱, 我是不会出的, 刹那间, 愤怒淹没了我的理智, 我对赵兹一顿拳打脚踢, 疯狂地发泄这么多年以来的仇恨, 用罪恶毒的话咒骂他, 可以了可以了, 李嘉伦估计是看不下去了, 他一把将我推开, 说道, 再打我就报警了, 看着赵兹鼻青脸肿的凄惨模样, 我恢复了理智, 但晶晶还是没找到, 我不想离开, 李嘉伦估计是不耐烦了, 说道, 你说你急什么, 放心吧, 你女儿手术费我出了, 赵兹说他会带着孩子净身出户, 让我养他们个十年, 到时候就可以大小通吃, 我感觉这建议挺不错, 就答应了, 在那之前, 你女儿肯定会平安无事的, 至少是死不了, 我会尽量把她养漂亮一点, 有那么一瞬间, 我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, 照自自己甘愿下见就算了,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女儿拉进深渊,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毫无责任心的母亲, 把自己的子女当作资产一样买卖, 我斜涌上头, 抄起烟灰钢砸向李嘉伦, 却被她轻松挡下, 她身材健壮, 看样子是常年健身, 轻而易举地用蛮力将我赶出门外, 滚你妈的蛋, 旁观的话, 我倒是欢迎, 但你把她打成这副猪头样了, 我怎么下手, 我卖都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, 她在门内如是喊道, 我不停地敲门, 那对狗男女都不予理睬, 最后引来了邻居举报扰民, 保安把我赶出了小区, 回到自己的廉价出租屋后, 看着客厅茶几, 上女儿的照片, 上面定格着女儿那阳光灿烂的笑容, 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, 夜深了, 我已经两天一夜没合过眼, 最后筋疲力尽地抱着女儿的照片, 沉沉地昏睡过去, 这晚我做了一个梦, 在梦里, 时光倒流了, 我听了哥哥陈家良的劝, 没有和赵子结婚, 而是娶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, 她生下了晶晶, 我们一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, 第二天中午, 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, 打来的是我哥哥陈家良, 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联系过了, 刚接电话, 就听她一叠声问道, 你怎么回事? 打女人, 不像是你能做出来的事情, 发生了什么? 现在网上到处都在传你打人的视频, 你上网看看吧, 热度越来越高了。 我愣了几秒,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 就听见一阵尖锐的窗户玻璃碎裂声传来, 屋外隐约传来几声怒骂, 家暴难, 去死吧。 小子那么好的人, 你也下得去手, 这种人就该下地狱, 我呸。 随后, 我挂断了电话, 来到卧室外, 只见客厅的窗户玻璃已经碎了, 屋子里满地狼藉, 有人时不时丢石头进来, 门缝里还被塞进了几封匿名信, 我打开一看, 里面全是诸如家暴难去死之类的字眼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我连忙上网查看, 点开个大平台。 热榜第一条, 就是某知名网红遭丈夫家暴, 视频是监控视角, 就是昨天我去找赵兹所发生的事情, 但前面我质问他精精在哪, 后面李嘉伦说要大小通吃的内容, 全都被剪掉了, 只保留了我打人的那一段, 在我离开之后, 赵兹立即发视频, 胜泪俱下的控诉, 他说我不仅婚内出轨, 还经常家暴女儿, 他不认女儿继续受伤, 这才狠下心离婚, 却不料再遭到我的报复, 他在网络上的人设温婉动人, 加上清纯的外表, 以及高超的演技, 所有看了视频的人, 都无不感到同情与愤怒, 一个花一样美丽的女人。 竟然被家暴男打成这样, 声辈俱下地哭泣着诉说委屈, 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同情与愤怒, 不仅是他那一堆粉丝, 在疯狂地声讨我, 就连不少路人都开始网爆我, 人露出我的名字和住址, 发文说要清除掉我这种社会败类, 我不停地在网上解释, 但却没有人信, 他们反过来说我污蔑赵兹, 明明我都将证据发在网上了, 正义的网民们, 依旧能从各种角度胡搅蛮缠, 创造阴谋论, 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, 很快, 律师也打电话给我, 他说舆论对我很不利。 虽然法庭判决不会屈服于舆论, 但家暴的事情恐怕会影响判决, 赵兹身上的伤就是对我最不利的证据, 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, 女儿生死未卜, 自己生名狼藉, 存款所剩无几, 明明才从美梦中惊醒。 转眼就来到了噩梦般的现实,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, 最后, 我犹豫半晌, 回拨了陈家良的电话, 我决定向他求助, 陈家良听完我的倾诉后, 深深地叹了口气, 他没有指责我, 也没有说类似当初不听我劝, 现在后悔了吧这种话, 只是安慰我说,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 随后, 我们约了个地点, 当面密谈, 陈家良说, 他有办法, 既能让我拿回家产, 又能保住自己的女儿, 还能和赵兹离婚, 这个计划过于歹毒, 所以要避人耳目, 在饭店包厢内, 我听完了陈家良的计划, 当即准备实施, 说实话, 我一秒都不想多等, 天知道晶晶被他们藏在哪里, 万一他忽然发病, 我不敢想象后果, 只能尽自己所能争分夺秒, 首先, 第一步, 向警方自首, 赵兹不愿意这么快结案, 他更想拖着让我被网报, 但我承诺离婚时, 放弃50%的财产留给他, 于是, 他十分爽快地, 在和解书上签了字, 签字时, 赵兹还顺带威胁我道, 我告诉你, 这是不算完, 如果你下半辈子, 还想见到晶晶, 我劝你赶快把协议书签了, 放弃另外50%的财产, 能带个女儿走就不错了, 你怎么老想着抢我的钱呢? 我没有搭理他, 这女人虚荣败金自私自利, 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, 很快, 警方就发布了案情通告, 将我打人的始末, 全都交代了一清二楚, 这时候赵兹急了, 他不停地投诉说,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, 侵犯了他的隐私权, 然而警方并没有受理他的胡搅蛮缠, 在官方通告上, 清楚地写明了, 我殴打赵兹的动机, 以及赵兹婚内出轨的事实, 并且公开表明, 赵兹所述军为不失信息, 网络的风向顿时转了一个大弯, 先前网爆我的时候, 有多么的群情激愤, 现在网爆赵兹的程度, 就有多恐怖。 在警局里, 赵兹婚和姚芬芳安慰赵兹道, 出轨就出轨嘛, 小题大做, 现在结婚的小年轻, 谁没有出过轨, 能一起搭伙过日子就得了, 还计较这么多。 这话是赵兹婚说的, 这些年他没少招嫖过, 不知道给姚芬芳戴过多少顶绿帽子, 就是就是, 而且黑红也是红了。 之前我看那什么鸡鸽, 在网上天天被人黑, 现在也很红了, 说不定赚的钱更多了。 这话是姚芬芳说的, 他打麻将没少输钱, 整个人都已经钻进钱眼里了, 没事, 大不了退网嘛, 我还有李总养着我呢。 这话是赵兹说的, 他玻璃心, 受不得天天被网民变着花样骂, 走出警局时。 他们一大家子人, 还在骂骂咧咧, 仿佛他们吃了天大的亏一样, 到了下午, 陈家良打电话跟我说, 赵兹上钩了, 他伪装成专业律师, 告诉赵兹, 投资赚来的钱并不算在婚前个人财产内, 确认这一点属实后, 赵兹开始物色理财产品, 想要靠投资赚钱的同时, 钻法律的空子, 这时候, 我在悄悄托人, 给赵兹推荐一个收益率40%的投资, 如此高额的收益率, 我不信赵兹不会上钩, 这种金融骗局, 我当初在商场上没少见, 但赵兹可不懂这个, 我随便叫个白手套, 弄个空壳公司, 就能把他唬得团团转, 当然, 我可不会干金融诈骗, 这个计划另有千秋, 更不会犯低级错误, 让赵兹抓到把柄, 果不其然, 刚开始, 他投了几千块钱试试水, 不超过三天, 收益直接翻了个倍, 他连本带力套现后, 立即追投了几万块, 操作手续上, 也全都合法合规, 我让这家空壳公司, 和我哥的公司, 进行业务往来, 从我哥公司里, 赚到一大笔钱, 然后再给赵兹分红, 通俗点说, 就是我哥在花钱, 让赵兹的投资有收益, 在快速回本, 并且赚到了更多钱之后, 赵兹的胃口, 已经不是翻十倍了, 他直接追投了一百万, 相应的, 这个资本游戏还要继续, 陈家梁公司亏了一百多万, 全让我的空壳公司赚走, 变成了赵兹的收益,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, 到了时机差不多成熟的时候, 我就开始让白手套收网, 白手套告诉赵兹, 公司发展前景很好, 马上就要上市了, 如果不抓紧这段时间, 投一大笔, 买一笔原始股, 到时候股权一稀释, 收益肯定就没这么高了, 赵兹文言顿时着急, 我看在眼里, 内心冷笑, 仿佛看到一个贪婪的蛇, 在慢慢地吞噬自己的尾巴, 很快, 赵兹就打电话给我, 要求尽快离婚, 晶晶他也不抢了, 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财产, 他也不要了, 但是房子还是得归他, 总而言之, 他就一个诉求快点离婚, 在电话里, 我轻蔑地说道, 呵呵, 我忽然又不想离了, 你也是知道的, 离婚冷静期我, 随时可以反悔, 申请书就不作数了, 神经病啊你, 这么拖着, 有意思吗? 孩子都答应判给你了, 你还想怎样? 赵兹不耐烦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, 我冷着脸回道, 我也不想拖着, 但晶晶在你手上, 我不见到人不放心, 行, 今晚我就把他带过来, 然后我们走诉讼离婚, 我问过律师了, 诉讼离婚, 没有离婚冷静期, 法院判决就能离, 说完, 他就挂断了电话, 我没想到, 他竟然这么急, 甚至急昏了头, 要知道, 诉讼离婚对他最为不利, 他很大, 可能会净身出户, 当晚, 我终于见到了晶晶, 他清俭了很多, 看着有些瘦了, 一开始, 妈妈把我关在酒店里, 不允许我出去, 如果我不答应在法庭上配合妈妈, 他就不给我饭吃, 我知道, 他想用我从爸爸身上骗钱, 对不起, 爸爸, 我, 晶晶搅弄着手指, 小声说着, 逗大的眼泪掉出眼眶, 我知道他为了吃饭, 肯定答应了赵姿, 承诺在离婚时会选他, 现在他在因为这件事愧疚, 让我既欣慰又心疼, 我抱着他, 也跟着红了眼眶, 不哭不哭, 没事了, 爸爸以后不缺钱, 以后天天带你吃好吃的, 再给你找个贤惠的妈妈, 还没等我说完, 赵姿就脆了一口, 冷笑道, 还不缺钱, 我看你拿什么养活他, 就你这样的, 当初要不是原因特殊, 我瞎了眼都不会嫁给你, 你知不知道, 当初和你上床有多恶心, 滚, 我不想吓到晶晶, 强忍着不发作, 行, 明天我就提起诉讼, 我们快刀斩乱马, 他伸了个懒腰, 青肿的脸露出得意的笑容, 天下的男人都一个德性, 老娘没了你们, 照样能吃香的喝辣的, 说完, 他就离开了, 没过多久, 经过一系列的手续, 法院开庭审理, 做出了最终宣判, 我如愿得到了精精的抚养权, 拿回了所有婚前财产, 对于这个判决, 赵兹意外的没有闹腾, 也没有再次上诉, 离开时, 他拎着爱马仕的包, 十分得意的向我炫耀他的投资能力, 实话告诉你吧, 我把房子车子都抵押了, 包括所有积蓄在内, 我都拿去做了一笔大项目, 他推了推墨镜, 自我感觉良好, 到了规定的财产分割日期, 我的资产早就翻了几倍了, 到时候把钱还你, 我就当打发乞丐了, 是吗? 那恭喜你了, 我心中冷笑, 这蠢女人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, 到了财产分割的日子, 她的投资并没有翻倍, 但也没有亏损, 我卡着这个时间点, 让她没办法套现, 就算她想要套现, 合同上也有允许延期的条款, 来回拉扯竞争对手的资金链, 致使对方资金链断裂, 算是商业上比较常见的灰色手段, 于是法院开始催款, 冻结了赵兹的银行卡和信用卡, 她开始四处借贷, 想要撑过这段时间, 等到这笔延期的投资翻倍到账, 但殊不知, 这笔投资永远都不会再翻倍, 更不会提现到账, 它会在每个月慢慢地被亏损或者损耗掉, 时间拖得越久, 赵兹就欠得越多, 它欠得越多, 就越会将希望放在这笔投资上, 我不仅通过空壳公司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, 还让赵兹背上了一大笔债款, 后来我才知道, 离婚诉讼之前, 他甚至卖掉了赵武颜和姚芬芳的房子, 把两个老人一起拉来, 参与这项稳赚不赔的投资了, 赵兹虽然是蠢, 但李嘉伦可不笨, 他实话告诉了赵兹, 这笔钱大概率是打水漂了, 让赵兹别再继续借钱, 结果被赵兹反咬一口, 这些年来, 赵兹一直在李嘉伦的直播公司做事, 掌握的黑料不知道有多少, 赵兹破产后, 就拿那些黑料敲诈李嘉伦, 双方情绪激动之下没弹拢, 被赵兹捅到了网上, 结果李嘉伦不仅公司破产, 还因为涉嫌传播银会和组织卖淫, 被捕入狱, 赵兹被封杀, 他一分钱也没拿到, 和父母挤在了一个破酒逼则的出租屋里, 每日艰难度日,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 赵兹来找过我几次, 但一如我当初找他, 结果当然是拒绝, 甚至冷嘲热讽羞辱了一番, 怎么, 我之前找你要女儿手术费的时候, 不是说爽死了吗? 找别人继续爽呗。 找不到, 是因为现在全网都知道你是个骗钱的渣女吗? 现在找不到冤大头了, 那就不关我事了, 你去当机也不关我事, 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, 我说的十分残酷绝情, 赵兹刚开始还苦苦哀求, 到后面就开始不停地咒骂我, 像个疯女人一样试图挠我, 被保安推了出去, 没过多久, 他就跳楼自杀了, 网上说他下了海, 还得了艾兹, 亲生父母也不管他, 甚至三餐都不带做一顿的, 整天躲在养老院不见人, 离婚后, 没分到一分家产, 还背上了巨额欠款, 投资回本的希望, 被李嘉伦掐灭, 整日不停地被网络暴力, 身边人的疏远, 下海还染上了疾病, 父母不管他死活, 一连串打击, 彻底摧毁了这个女人, 她不像我这么坚强, 人生中也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, 就极为干脆地从高楼跳下, 一了百了, 据说她的尸体在马路上糊成了一片, 警察还费了一番功夫, 才辨认出死者是谁, 赵五言和姚芬芳, 说是因为女儿的死, 十分伤心, 在网络上博取同情, 又是高血压, 又是心脏病, 希望网友能给他们, 这对孤刮老人捐款, 但很快就有人戳破了他们的真面目, 他们先前用同样的方式, 从我手上骗走了不少钱, 网友纷纷嗤嗤以鼻, 各种阴阳怪气的嘲讽, 真把姚芬芳气出了心脏病, 结果水滴筹一分钱没筹到, 他们没钱做手术, 姚芬芳没过几天就病死了, 赵五言真成了官夫, 但他依旧烂条, 就是因为他, 养老院还有几个中年妇女染上了性病, 还被骗走了一大笔钱, 最终他被养老院赶了出去, 流落街头,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, 我正在街经经放学, 抽空刷了刷视频, 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了解了一下, 此时阳光正好, 我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, 各大网络平台铺天盖地在吃瓜, 但我已经没有兴趣继续看了, 我关掉手机, 抱起蹦蹦跳跳跑来的晶晶, 高兴地开车回家, 我甚至有些同情李嘉伦了, 那个女人就像一条躺在雪地里的美女蛇, 看着可怜, 但只要靠近她, 就会被狠狠地咬一口, 折磨得万劫不复, 一如农夫与蛇, 我在直播平台和照姿相知相识, 彼时的她, 青春动人, 文婉贤惠, 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, 后来, 她成为了我的妻子, 所有人都羡慕我, 能娶这样一个完美的老婆, 我一开始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, 但婚后才发现, 我那美丽妻子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, 所谓的婚姻, 也不过是一场肮脏的骗局,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, 莫过于娶了赵姿, 不对, 不是娶, 而是入赘, 说难听点, 就是到插门, 当初老丈人说她, 就这么一个女儿, 绝不能外嫁, 她想要传宗接代, 非让我入赘不可, 那时候, 我算是小有资产, 爱赵姿爱得死去活来, 赵姿不停地吹枕边风, 又是装可怜, 又是讲道理, 我就想着岳父岳母, 都像是比较和善的人, 入赘这时, 除了不好听一点, 我也不吃亏, 一来免了彩礼, 二来能和心上人结婚, 属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, 我哥陈家梁一直劝我, 别答应这事, 我不仅没听进去, 还和我哥大吵了一架, 你老婆, 孩子都有了, 当然不急, 我都二十八了, 你还让我等等, 我看你是站着说话, 不腰疼, 保汉子不知恶汉记, 一想到我曾经这样, 吼过自己的亲哥,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, 不得不说, 他看人很准, 赵姿一家子人, 都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, 岳父赵五言和岳母姚芬芳一个烂条, 一个烂赌, 从一开始让我入赘, 就是看准了我的家产, 房子车子全都软磨硬泡, 转到了他们名下, 没过几年, 就连我的公司都被他们搞垮了, 要不是为了女儿晶晶, 我早就和赵姿离婚了, 吸干了我身上的钱后, 赵姿立马就和我分居, 把晶晶交给我一个人带, 她每天直播几万几万地赚打赏钱, 却连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愿意给, 这几年越过越苦, 我只能早出晚归送外卖, 担惊竭虑地操持这个脆弱的家, 努力让晶晶有个快乐且完整的童年, 原以为这种折磨人的日子, 会一直持续到晶晶成年, 持续到我和赵姿离婚为止, 但麻绳专挑戏处转,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, 让我的生活变得痛苦百倍, 当天我正送着外卖, 忽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, 说是晶晶查处了心衰, 这消息如同惊天霹雳, 让我呆愣半晌, 之后我匆匆赶到医院, 医生说, 晶晶属于突发性心衰, 发病时还好旁边有人把她送到医院急救, 否则她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, 还好发现得早, 尽早动手术的话, 一般都会痊愈, 不用太担心, 但是拖到十岁之后, 再动手术就迟了, 医生一边看着检查报告, 一边说道, 躺在病床上的晶晶, 脸色苍白, 嘴唇贩紫, 见我来了, 她抢笑着说, 爸, 我没事, 放心吧, 我不难受的, 我心痛得几乎难以呼吸, 医生把我叫到病房外, 开始谈另一件十分现实的问题, 手术费要二十万, 这已经是医生尽力争取的结果了, 若是放在以前, 二十万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目, 但是现在, 我银行卡存款只有一万多, 这段时间可以吃药维持病情, 但是拖久了就不好说了, 医生叹了口气, 拍了拍我的肩膀, 今年今年八岁, 要在两年之内, 筹击二十万, 期间还要不停地花钱买药, 我心里顿时量了半截, 靠我自己肯定攒不到这笔钱, 只能去借, 在医院门口, 我点了根烟, 拨打了赵姿的电话, 他肯定出得起这二十万, 毕竟房子车子都在他名下, 这些年, 他直播也挣了很多钱, 刚开始不是被挂断, 就是无人接听, 我一遍又一遍地打过去, 最后他终于接了, 电话里传出喘息声, 还夹杂着富有节奏的撞肉声, 半晌后, 赵姿的声音传来, 喂, 干嘛, 你别闹, 你别闹, 打电话呢,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现他出轨了, 而且他一次, 彼此肆无忌惮, 如果放在以前, 我一定用最尖酸的语言怒骂一通, 然后挂断电话, 但现在, 为了晶晶, 我只能咬碎牙草, 往肚子里咽, 尽量放屏语气说道, 晶晶查出了新衰, 手术费要二十万, 电话那边像是没听到, 只能听到喘息更激烈了, 赵姿发出欢愉的尖叫声, 用婉转的声音, 喊出各种不堪入耳的轻贱话, 我颤抖着声线, 怒吼道, 贱人, 你女儿要死了, 你知道吗? 啊, 我也要爽死了, 他如是喊道, 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, 用罪恶毒的话诅咒他, 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, 但赵姿毫不在意, 我甚至听到了他和晴夫调笑的声音, 赵姿还问晴夫听我老公骂我, 感觉刺不刺激, 没救了, 这个人, 我挂断了电话, 去找赵五言和姚芬芳, 当初这两个老布, 死从我公司挪走了巨额公款, 现在吃香喝辣的, 日子过得十分滋润, 今天就算是抢, 我也要从他们嘴里撬出二十万, 孙女得了心脏病, 你这个爹怎么当的? 好好的乖孙女交给你, 怎么让你养出心脏病来了? 姚芬芳瞪大了眼睛, 仿佛我说了一件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, 你现在还好意思找我们要钱? 你自己闯出来的祸, 噢, 你自己没养好, 现在还怪到我们头上? 我们一没给她做过饭, 二没插手过她的起居, 她心脏病关我们什么事? 赵五言一边看狗血电视剧, 一边点头附和道, 对啊, 小陈, 你都当爸爸了, 要有责任感啊, 依我看, 这事就该由你负主要责任, 我强压着怒气, 不斥道, 你们还好意思说, 自己亲孙女, 你们管过吗? 你女儿管过吗? 我今天来, 不是听你们推卸责任的, 当初你们拿的钱, 没有五百, 也有四百万吧, 说什么棺材本, 赡养费, 治病钱, 什么鬼借口都要, 我也不多要, 这二十万手术费你们去付了, 以前欠的债就一笔勾销, 我呸, 谁欠过你钱? 我们一把年纪的人, 你还想讹我们钱? 哪凉快, 哪呆着去? 姚芬芳翻了个大白眼, 静止出门打牌去了, 赵五言吃笑一声, 把我当透明人, 继续看电视剧了, 这时候, 顾客给我打来电话, 外卖超时了两个多小时, 顾客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, 我低声下气地恳求对方不要给差评, 旁边的赵五言, 终于把注意力从电视剧挪到了我身上, 他脸上表情似笑非笑, 让我感到格外屈辱, 继续待下去, 只会让他看笑话, 我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, 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 我红着眼睛, 泪水不争气地夺矿而出, 不论我怎么擦, 它都流不干净, 当晚晶晶又发病了一次, 医生说是正常现象, 他还说症状刚显现时, 会很剧烈, 吃一段时间药能稳定下来, 但想要根治, 就得动手术, 我看着女儿苍白的小脸, 心仿佛被撕成一片一片的, 不得已, 我又打给了赵姿, 这次他没接, 我直接去他家门口堵他, 一直等到半夜两点钟, 他才从一辆保时节上醉熏熏地下来, 一个穿西装, 打扮得衣冠楚楚的男人扶着他, 把我当作空气, 从旁边经过, 我一把抓住了赵姿的胳膊, 正准备说什么, 却被西装男粗暴地推开, 干什么, 我们没叫外卖, 别他妈动手动脚, 我额头青筋暴跳, 尽管万般不愿, 还是照实说道, 老子是他老公, 西装男精益地上下打量我, 然后露出耐人寻味的笑, 他说道, 原来就是你呀, 哈哈, 抱歉抱歉,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, 你看你是改天再来, 还是在旁边旁观, 我不介意你玩他, 我才是他的法定配偶, 你再多说一句, 我撕烂你的嘴, 我强忍着怒意说道, 西装男像是很惊讶地说道, 你不知道吗, 我以为他都告诉你了, 他是圈内的, 和你结婚, 只是我随口说的任务而已, 没想到他真的做了, 不然这种贱货, 凭什么上我的车, 他还花了我不少钱呢, 我愣住了, 这些年来, 我一直以为, 即便没有了感情, 但至少当初他是爱过我的, 只是变心了而已, 当残忍的真相摆在面前时, 我才惊觉这场婚姻, 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, 西装男还在笑着, 劝我进去旁观, 说是给我一千块, 让我配合一下, 他想体验这种玩法, 我已经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, 于是干脆利落地放开了手, 转身离开, 当晚, 我抽完了三包烟, 第二天, 我请了律师, 准备离婚, 对于离婚这件事, 刚开始赵姿一家人都挺高兴的, 赵姿容颜不减当年, 还能再找几个冤大头结婚, 我若是主动离婚带走京京, 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, 但是双方律师大致清算财产之后, 赵姿的脸色就变了, 姚芬芳更是气得跳脚, 只见他指着我的律师, 扯起嗓子大叫道, 你个丧良心的黑心律师, 收了钱就敢弯曲法律, 无中生有, 凭什么他们离婚, 要收走我的财产, 他是坠续, 倒插门的, 就该净身出户, 律师显然是见惯了这种人, 他淡定地往后挪了挪椅子, 说道, 姚女士, 我们现在是在全程录音的, 你刚刚说的话, 足以让我告您诽谤, 请您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, 他顿了顿, 见姚芬芳, 总算铁青着脸部说话了, 才悠悠继续说道, 是这样的, 法律并不承认坠续这种说法, 姚女士和赵先生所居住的住宅, 属于婚前财产, 并且在婚内期间, 二位以多达三十余项不施开支为由, 在我的委托人公司, 共挪走了514.7万人民币, 那些钱同样属于委托人婚前的固定资产, 这里有聊天记录, 转账记录, 以及你们写下的一些借据, 大多借据都逾期未还, 你们可以问问身边的律师, 婚前财产是不是需要在离婚后, 各自归还, 姚芬芳听完, 立即和赵五言拉着他们的委托律师追问起来, 甚至当着我们的面询问对面的律师, 怎样才能赖掉不还, 赵姿还不死心, 说道, 这些房子, 车子都是在我名下的, 凭什么算他个人财产? 还有那些钱都是他自愿给我的, 凭什么还能要回去? 因为房子车子都是婚前购买的, 婚后在您的名下, 也算作陈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, 律师毫不犹豫地反驳道, 鉴于赵女士既没有承担抚育子女, 照料老人的义务, 而且属于出轨的过错方, 有隐藏, 转移, 变卖, 回损,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, 再加上你自身灰色收入很高, 每天过着灰烬如土的日子, 所以极大可能会被法院判定你一分钱都拿不到, 甚至要赔偿陈先生一大笔钱, 通俗点说就是净身出户。 话音落下, 他们露出慌乱愤怒的神色, 在和另一位律师确认属实之后, 他们看我的眼神终于变了, 从轻蔑变得充满敌视, 我从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意, 他们越难受, 我越是开心, 还没等我笑出声来, 赵姿就露出了陌生又熟悉的狠毒神色, 只听他问道, 那孩子该判给谁? 这, 律师犹豫了一下, 说道, 原则上是照顾无过错方, 但八周岁的孩子, 也要尊重他个人意愿, 有时候也要考量抚养能力和照顾女方前台词的意思就是, 这是说不准。 我开始心慌起来, 赵姿像是发现了我的软肋, 他死死地盯着我, 宁笑着说道, 让我拿不到钱, 那你就别想抢走陈晶晶。 你什么意思? 意思就是我要跟你争抚养权, 赵姿一拍桌子, 眉飞色舞蹈, 让我净身出户, 可以啊, 女儿跟我一起走, 我看你舍不舍得, 你他妈疯了, 我瞪大了眼, 难以想象, 罹患心衰的晶晶, 若是被判给了赵姿, 会是怎样的下场, 我敢肯定, 赵姿连药都不会给他买, 甚至会让他在医院等死。 这么多年以来, 赵姿一直对晶晶不闻不问, 就连晶晶查出心衰, 也没有去看望他一眼, 现在仅仅是为了和我增加产, 竟然毫不犹豫地, 用晶晶的生命做筹码, 反过来威胁我, 是你先不仁不义的, 我不好过, 你也别想好过。 赵姿指着我鼻子大叫道, 眼看事态要升级成口角, 甚至是肢体冲突, 两位律师纷纷各自劝架, 拉着委托人离开, 离婚申请书, 在请律师之前, 我们就已经填了, 还要等三十天的离婚冷静期, 最后才会在法庭上见真章, 律师让我不用太过担忧。 正常情况下, 抚养权大概率还是会判给我的, 我只能默默祈祷, 希望事情真如他所说的那般顺利, 和律师道别后, 我继续跑了一天外卖, 到了晚上, 我去医院看望晶晶, 却被院方告知他已经出院, 医生说他的母亲已经把他带回家了, 我顿时手脚冰凉, 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, 顾不上和医生解释, 我一路飞驰赶到了赵自家, 砰砰地用力敲门, 开门的是那晚上的西装男, 他裹着浴巾, 看样子是刚洗完澡, 我一把推开他, 冲进房内, 四处寻找晶晶的下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